晚安下午5点 欢迎收看华视新闻 我是林一文 现在关心海魁台风 已经在下午的3点40分 登陆台东的东河了 目前几乎全台是笼罩 在暴风圈的范围之下 那接下来台风 还有没有可能再增强呢 详细的资讯我们要交给 气象主播易景 感谢我们赶快来关心 这个海魁台风 确实今天大家都要 特别的提高警觉 因为今天主要 包括了在东半部地区 的观众朋友 应该是很明显都感受到 整个台风的威力了 那确实这个海魁台风 也破了记录 因为我们已经有4年 没有台风登陆 现在海魁台风 已经登陆到 我们台湾的陆地 真的是清门踏户 它已经来了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今天下午开始 就会明显感受到 强风好雨的状况 那晚上当然是更剧烈的 甚至晚上我们要提醒 另外一个区块的观众朋友 也就是中南部地区 因为随着整个台风 过山了之后 稍待一会晚上 它整个通过了 中央山脉之后 中南部的雨势跟风势 就会慢慢的加强 好所以我们先从这一张 色调强化的卫星云图 要来看看 这海魁台风的整个轮廓 还有它整个范围 现在可以说你可以发现 整个海魁台风的 整个涵盖的范围 就是在我们全台湾 甚至是外围环流 连北半北部地区通通都是在它的笼罩之下 所以它几乎是已经整个台风上来到台湾这边 而且把我们整个包围住了 那你可以很明显发现 其实它登陆了之后 刚刚下午3点40分 登陆到台东东河之后 其实它的暴风中心原本都是结构是蛮加实 可是所以它登陆之后 好像有一点是被破坏了 确实因为台风碰到陆地之后 包括了它没有吸饱海洋的能量的水汽 那也因为碰到陆地之后 其实是会有一点结构被破坏的状况 气象局也说 有可能接下来它会慢慢的减入一些 那不排除在今天晚上 它可能会变一个中台 变成一个轻度台风的等级 那最快预计就在明天的清晨 它就会整个暴风中心 就会脱离本岛 那紧接着朝台湾海峡的方向前进 所以简单讲 就是从今天开始影响最明显 那明天一整天还要留意 那等到它在海峡这边 可能又有打转的机会 所以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三的话 这个时间点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 留意整个海魁台风 带来的强烈的降雨以及强风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 哪一些县市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的警戒呢 从这张十级风的暴风半径 我们帮大家圈出来了 下一张图表我们来看到 好 事实上呢 这海魁台风啊 什么时候七级风暴风半径 笼罩最广 笼罩台湾最多 也就是在今天晚上大概六七点的时间 那你可以看到呢 整个新竹以南 通通呢都是在它的范围之内 当然还有澎湖 那东半部的话就是宜兰有 然后再来就是花东 另外除了七级风暴风半径之外 我们要更精准的来看 就是在十级风暴风半径的县市 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当然知道说 整个台风暴风半径 以十级风的来说 当然就是最强 而且风雨是最大的地方 好 所以如果以这个时间点 大概晚上七点左右 十级风暴风半径会笼罩的县市 就是有花莲 台东 另外屏东 高雄 台南 一直到嘉义 甚至是南投的南边这边这一块 也同样都会在十级风暴风半径里头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在这个暴风圈笼罩之下 今天晚上提醒大家 一定要特别的警戒跟戒备 那也可以发现说 其实在晚上七点这个时间点 台风中心就已经过山了 过了中央山脉之后 中南部这边的雨 就要开始明显起来 所以我们要提醒的是 在今天台风天 大家最好就待在家 尽量不要外出 因为外面风跟雨都会越来越大 详细的降雨的状况 我们先从雷达回波图 来看看现在哪些地方 已经在下雨 好 你可以看到雷达回波图上 整个台风的轮廓 也是非常的清楚 那你可以发现 雨下的比较大的 都是在橘色 黄色 还有甚至是红色的区块 所以过去一个小时 你可以看到东半部地区 几乎都是黄色 红色的 就代表呢 其实这个雨一直在下午的时间 不停的累积 而且下下去 过去一个小时呢 包括了是在花莲的富里 一口气下了86毫米 另外呢 台东的池上 一口气也是有80毫米的 那所以现在呢 在气象局也针对了 花莲这个区块 已经发布了超大豪雨特报 所以提醒 这东半部的雨势 真的是非常的强劲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 这短时间的强降雨 很容易会带来 致灾性的风险 那详细的整个雨量排行榜 我们就仔细来看 现在才到下午的5点钟 可是你知道吗 大概这个17个小时之内 雨下的最多的 就是在花莲 而且你可以发现 玉里这边已经突破 400毫米了 花莲的玉里 来到了418毫米 富里箱370 宜兰大同也非常可观 321 花莲的卓西312 所以很明显从这张累积图 很明显可以看到 主要的降雨的范围 今天一整天 都是集中在整个宜兰 花莲以及台东地区 好 所以整个东半部地区 真的是不容小觑 也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我们从总雨量的预估 要来看到 最新的总雨量预估上 我们要告诉大家 东半部地区真的 雨势非常的明显 而且非常的大 东半部这边 气象局预估在山区的话 花莲有机会 总共会下到 900毫米以上 台东的话 也有机会下到 800毫米以上 那另外就是 南部地区 也是重要的地方 因为晚上 刚刚有说到 台风过山了之后 中南部一定要加强警戒 山区有机会 700毫米 平地也有机会 来到600毫米 所以特别提醒 这台风天的状况 除了今天还有明天 都一定要加强戒备 风的部分 更是提醒大家要注意 因为风真的也很大 那尤其呢 现在它还是一个中台 等级的台风 所以海葵带来的风势 包括了花莲有可能出现 9到10级 台东10到11级 蓝宇绿岛10到11级 尤其在绿岛刚刚已经有测得 16级的强震风 那当然西半部地区同样晚上开始 云林9到10级 高雄恒春都有机会出现 10到11级的强风 好所以另外我们还要提醒的是 现在呢土石流的警戒 我们要特别的强调 因为这雨不断的累积 不断的下 而且山区的地方下得更明显 所以很有可能会有致灾 包括了有摊坊的状况 落石的状况 提醒大家这土石流的警戒 我们一起来看 包括了现在黄色的警戒区域 就是在整个东半部 宜兰花莲台东 另外就是在南部的山区 现在也要特别注意 尤其高雄屏东山区 这边也都是亮起了 黄色的警戒范围 还有就是在南投地区的山区 整块可以简单说 整个中央山脉以东 你都可以发现 现在土石流的警戒 都已经亮起了黄灯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的是 在今天晚上 就是台风影响最为明显 而且明天一整天 也是受到整个台风的影响 甚至整个全台湾 三分之二的县市 都会涵盖在它的暴风圈范围之内 所以提醒大家 一定要提前的 赶快做好防台的措施 我们再把时间还给一文 hello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